主席本會同仁 剛剛很遺憾的 對於國發基金的運用的用途的規範 法律的限制被否決掉 但是緩關到本條文 對於國發基金的一個著錯來源 應該令你法律定制 請國民黨團能夠同意 而且來支持 為何如此呢 剛剛有委員所言 這個國發基金的紓困 事實上那不是國發基金 那是航發基金 但是我們看到的國發基金 是運用可以吊擺300億給予薛明治註冊的一個紫尚公司 50萬的紫尚公司 這個是太方堂也方便之事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國發基金 原本是國庫補充以外 還有整個中越剩餘基金 這樣一個也循環的運用 然而我們更需要規範的 是怕未來的 這個逃避預算法的規範 用舉債 而且呢 在整個沒有預算法的規範當中裡面 無限擴充 就好像這兩年來 國民黨政府一直要把國發基金 從過去的兩千億 擴充到八千億 甚至擴充到一兆 甚至不惜 要動用到外衛存體 成立主權基金 如此可見一般 對於這樣可以上下其手 而且沒有法律規範呢 可以予以專案 合可 甚至呢 黑箱作業的作為呢 本席都齊齊以為不可 本黨團也特別齊寢 將來國發基金 這個除了作業剩餘 以及國庫撥用以外 應該按照預算法的規範 甚至呢 也應該避免擠債 所有的資金來源 應該純粹回歸到 一般預算的一個審核機制 而不是呢 大開方便資源 讓國發基金的操作者 可以予取予求 沒有法源的依據 沒有限制性的規範 沒有這樣的一個用途的規範呢 反而會淪為黑箱作為 請國民黨團能夠支持本案 謝謝